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织上根据金夏和陆毅能力的不同 将其分配到不同的地区 指派了不同的任务 金夏比较擅长密码破译 故而被分配到延安 负责联络各个据点的人员 以及拦截敌军的密报 而陆毅比较擅长指挥作战 被分派到天津 让其组织游击队抵抗敌军 两人即将分到扬镳 金夏有些失落 陆毅心中亦是满满的不舍 但是他却不能表现出来 离开的前一夜 他紧紧地拥着金夏 两人默默无语 将对彼此的思念以及担忧皆化在床子之间 他们不停地占有彼此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解除两人的相思之苦 那一夜 金夏就像一个精灵一般 他匍匐在陆毅的身上 亲吻着他 从上到下 不肯错过每一块皮肤 想要将极致的快乐均传递给他 而陆毅呢 亦是如此 两人不停地亲吻着彼此 不停地在彼此的身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仿佛唯有这样 才能够化解即将分离的不舍 这一次的分离 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见面 这一次的分离 两人甚至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 未来皆是未知数 一切的一切 皆不在两人的掌控之中 虽然两人并未提及此事 但是他们皆懂 或许一年 或许两年 或许更久 他们可能皆要在颠破琉璃之中度过 皆要面临着分离 舍不得彼此 但是却又不得不分离 这种无力感 唯有他们才能够懂 筋疲力尽的两人 不顾脏兮兮的床榻依旧紧紧相拥 惊吓靠在陆毅的胸口 恳求般说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活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不要瞒着我 陆毅点了点头 承诺道 好 我保证 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 两人分开那天 天下着蒙蒙细雨 两人约定 不回头 勇敢往前走 一左一右 自此 只为国家 只为人民 然而 真正到那一天时 两人终究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约而同地回头 惊吓停顿片刻 反身飞奔到陆毅的身侧 紧紧地抱着她 将头靠在她的肩头 再一次叮嘱道 万事小心 切记保命要紧 陆毅轻轻地拍着金夏的背部 安抚着她道 好 你也要万事小心 金夏的眼眶逐渐地湿润起来 趁着眼泪落下之际 转身决绝地离开 陆毅看着金夏的背影片刻 便也不再停留 带领着陆家军 赶往天津支援 夫妻俩人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至此分离 然而 两人皆没有想到 这一场分离 便长达八年之久 两人靠着共同的信仰 靠着昔日的定情信物 排解着数不清到不尽的相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